恒起五窑市事件 大家都会赞扬我们基础 一晚狂澜 化险为夷 其实呀 奇迹的产生是一瞬间 奇迹的背后却是千锤百炼 我还记得那是1995年的夏天 我还是一名飞行学员 当我独自驾机完成飞行训练任务 按标准准备着陆的时候 突然从塔台指挥员的给我一个命令 复飞 复飞 准备通常 我来不及细想 按照指令果断复飞 在复飞的过程中 我才得知 刚才指挥员从望远近岭 看见我的飞机前起落架没有放下 当我第六次飞过塔台的时候 飞机的前起落架仍然没有放下 油量表显示 油量已经不多了 必须着陆 我看见各种保障车辆 消防车 救护车 以及各种保障人员 都全部到位 可是我没有想那么多 我只想着操纵要领 按飞机落地 而经理传来指挥员的指令 我紧握驾驶杆 尽全力保持飞机后轮着陆的姿态 向前滑行 最后 飞机前轮贴着地面 平安着陆 飞行安全不小事 任何一个细节 都关附着生命 任何一个细节 都关附着我们的飞行声音 每一次飞行 都不可以再来一次 安全 是民航业的生命线 任何时候 任何环节 我们都不能麻痹大意 临事故 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机长肩上的四道杆 分别代表着 专业 知识 技术 和责任 它随时随地地提醒着我 手里握着的 不仅仅是驾驶杆 而是鲜活的生命